明天就是夏至了 中央气象局提醒 周二周三将是这一周最热的两天 在花莲可能会飙出38度以上的高温 大台北地区 桃园跟台东等地 也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而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6月截至19号 因为热伤害就准的人次就有256人 也要提醒民众避免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 太阳大道真不开眼 民众赶紧撑起阳伞阻绝热气 20号上午才到10点40分 台北和花莲的侧站就飙出35度以上的高温 根据卫福部统计 6月截至19号 因为热伤害就诊 总计有256人次 气象局也提醒 马上要迎来夏至 夏天真的来了 今天在花莲将有可能出现38度 或更高的气温 另外在基隆市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园市 彰化县 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以及受粉丰影响的台东县 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 天气分析师吴胜宇说明 因为西南风带来较明显的暖平流 在桃园 大台北地区 还有花东纵谷一带 会有西南风过山下沉 增温作用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进一步提醒 受西南风影响 温度持续偏高 可能会出现36到37度 或是更高的温度 星期二 星期三两天 温度是比较炎热 但是星期四的端午廉价 个地温度还是比较热 只是因为水气多了一些 然后风向有些调整 所以可能高温不至于 大部分的地区高温 不至于像今天明天那么热 而端午廉价天气 前两天云量增多 会有局部降雨 后两天也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 整体天气还是高温炎热 民众出游 别忘了补充水分 注意防晒 还要攜带雨具 记者桃轩云林雨 台报道